既然妹妹死了 那你们全都陪葬吧 男人名叫万次是一名剑客 因为一些江湖恩怨 她的妹妹被卷入其中 都说祸不殃及家人 可这群坏蛋竟当面杀死了她的妹妹 死尽之事愈斩愈裂 怒气被点满的万次 硬是以一己之力斩翻了对面所有人 炎炎一息的万次遇到一个神秘巫婆 对方把一个怪异的虫子放入了她的体内 万次从此就拥有了可以永生的不死之身 对于一个实力强大的剑客来说 这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虽获得了强大的属性增幅 可万次却厌尽了江湖纷争 失去了妹妹的她 选择了隐世生活 直到50年后 一名叫小林的女孩找到了万次 说要让她帮自己报仇雪恨 万次本想直接拒绝 可却发现小林长得很像她的妹妹 再加上小林说是神秘巫婆 让她来找万次的 她就更难拒绝了 小林是一个武道世家的女儿 原本生活的幸福快乐 可某天夜里 一批自称是一刀流的人突然出现 一刀流掌门天津九营表示 他们要灭掉所有流派 由他们一刀流统一江湖 虽然一刀流的目标很狂妄 但也有狂妄的资本 在挑战各大门派时 他们绝不以多其少 与其说是一刀流 不如是一刀流 只薰一刀小林的父亲就直接倒下了 无家可归的小林 在神秘巫婆的推荐下找到了万次 万次已经退隐江湖五十年了 想要她出身可没那么简单 她想要小林给她一些好处 至于是什么好处 无非就是金钱和色欲了 小林身上也没什么钱 为了帮父母报仇 她只能可怜兮兮的开始宽衣解贷 万次见状赶忙制止 因为她只是在考验小林想要报仇的决心 两人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叫做黑衣青人 她有着一个极其变态的癖好 把自己看上的女人斩首 将头颅挂在肩膀上 而其中一个头颅就是小林的母亲 如此变态之人 万次自然也懒得对她客气 分分钟就送她去见了阎王 其实黑衣青人在一刀流的实力 也是名列前茅的 如果不是万次拥有不死之身 想要杀她也没那么简单 黑衣青人的死很快就惊动了一刀流 成员疾风剑豪表示 想要申请出战 死亡如风 长扮无身 疾风剑豪上来就是一招 踏前斩 衔接断钢斩 刺中了万次 也不知道是疾风剑豪太强 还是万次太久没提刀了 竟然隐隐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好在万次有不死之身 他用以命换命的方式击败了对方 万次并没有杀疾风剑豪 这个与自己同病相连的人 因为在刚才的谈话中 得知了对方的妹妹 也死在坏人的手中 途经一个客栈之时 万次遇到了第三名敌人 永空 此人竟然和万次一样 拥有不死之身 两人相互捅了数百刀 硬是没能分出胜负 不过永空在西藏流浪时 却意外获得了一种 叫血仙沙的药水 这种药水可以将他们体内 虫子的修复能力变弱 永空在刀上涂抹药水 使得万次的恢复能力大大减弱 不过就在万次全力反击之时 永空却突然停止了防御 原来他的目的 就是想要从永生的痛苦中解脱 他已经活了好几百年 经历了无数亲朋好友的离别之痛 永空尝试过自杀 可他每次耗尽体力也没能成功 于是想到了利用万次 将他终结的办法 另一边 一刀流头领从疾风剑豪那得知了 万次拥有不死之身的能力 为了表示对万次的尊重 他派出了一刀流第二高手 鱼艳月花 不要小瞧 他只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 可能在一刀流稳坐第二宝座 其实力可想而知 再加上万次的自我修复能力 已经被永空的药水大大削减 所以在大战几百回合之后 万次就被鱼艳月花无情斩断了双臂 鱼艳月花貌似有一点双重人格症 拿到认真战斗时 她是一位莫得感情的杀手 放下刀后 她却又成为了一名 腼腆害羞的乖乖女 小脸的出现 刚好激活了鱼艳月花的非战斗人格 于是她就转身离开了 另外一边 眼看一刀流的实力 日益俱增 朝廷就想要对起招安 掌门天津九影也是被朝廷许下的高职位 蒙蔽了双眼 可她却不知道朝廷早已是一刀流 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就和水浒传两山好汉被招安有点累死 朝廷派来的使者 表面是在帮天津九影出谋策划 对付其他门派 实际上却暗中派人不断的挑拨离间 试图削弱一刀流实力 甚至使者还派出了三名剑客 去找万次联手 起初时万次还相信了三名剑客 因为被一刀流杀害了家人的说辞 可在合作中 她却发现 这三人欺男霸女毫无道德 小岭看到后想要阻止他们作恶 结果却被一顿暴打 多亏万次发现的及时 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这小子见情况不妙 被吓得把腿就跑 而他的两名队友就没这么机智了 两人还想联手将万次除掉 想法固然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即使万次的愈合能力仍然很弱 可还是险胜了两人 另外一边 卑鄙的使者已说服一个名门归祥为由 让天津九影前去疾管门派 实际上 他已经安排的大量士兵打算围剿对方 天津九影的其他大将正在和使者碰杯 他们很感激朝廷对他们的帮助 殊不知 使者早已经在杯中下了毒药 轻松就搞定了这些人 问题就来了 你为何不连天津九影也一起毒死 还要费心费力的让人去围杀他呢 我想应该使者是想故意戏虐天津九影吧 可千不该万不该 使者竟然连跟追天津九影的小李 也要一起杀了 这就使得万次也不得不参与其中了 两人犹如杀戮机器一般 在重敌之中杀尽杀出 万次比起天津九影则更辛苦 他还有一边保护小李的安全 不过就在万次即将体力透支时 之前那名坏蛋却帮了大忙 无耻的他竟然趁机打起了小李的坏主意 万次见状赶忙追了过去 暂时脱离了人海战术 这名坏蛋当然不是万次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下悬崖 摔了个粉身碎骨 只是哭了另一边的天津九影 没了万次分担 他很快就要顶不住了 关键时刻 鱼燕月花加入了战局 孙女实力之前也是众所瞩目的 在他的帮助下 这群喽啰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 手下被杀光 使者却丝毫不慌 甚至还悠闲地吃起了饭团 原来他早就在暗处准备好了火枪手 可怜了鱼燕月花这位高手 为天津九影挡了子弹不说 甚至还在临死之际 用最后一口气解决掉了屋顶的火枪手 底牌近视的使者 当然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接下来就开始轮到万次和天津九影的最终对决了 经历了一场大战之后 两人基本都是强弩之末了 可万次毕竟是有快速预合能力的人 几个回合过后 天津九影便已失去了反抗能力 万次把武器递给了小脸 让他亲手抱杀父之仇 但没想到天津九影却来了一招临死反击 为了保护小脸 万次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小脸也赶忙出手 将天津九影彻底终结 他伤心地叫着 哥哥你快醒醒 快醒醒 然后 小脸 那儿是你